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啦 我有把刚刚所有的程式码都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就是大概如法泡式的一个方式 当然里面程式码如果你假设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你可以改没关系 可以改成你习惯的写法也没关系 或者说你有比较有习惯的一些其他的方式 我想以你自己习惯的写法这个为优先 然后写完之后一样产生按钮 按钮的话一样开发人员这边 我是建议你用那个表单控制项 因为如果你用底下的方式 你变成你还要再用这个一个事件一个event 就是按下它之后做什么相对会比较麻烦 不过如果你习惯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最后我是希望说 按下这个按钮它可以帮我下载资料 可以插入三个栏位 OK 第一个 第二个按下这个按钮呢 自动帮我产生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理论上大概请各位就自行呈现 当然这个 如果你有些资料可能没办法呈现这些 你大概呈现个一两个也没关系 反正至少会 我是希望能够看到有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的自动化 OK 然后呢最后呢再加一个删除 资料以外的工作表 也可以把它恢复 那如果我想要再看的话 我可以再让它重新再 绘制一遍 比如说可以绘制一个绘制两个 可以切回来 但如果更贴心 甚至按 就是按下它最后再自己 切回来也OK啦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有三个 把它删除 最后呢请各位一样 存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另存新档 档案的类型一定要启用聚集的活页部 然后呢把它存一个档名 然后并且把这个档案缴交到那个云端上面 那缴交的方式 特别注意一下 我再说一下 第一个请你到我们的云端上面 那个我们的网址还记得吧 我们的网址是那个gg.gg OK 所以你在这边输入那个我们的网址 然后斜线的话 后面有叫vba to web 夹的话呢 我会把它的权限打开 所以你你这边可以看到 我把那个共用权限 把它改成这个 每个人都可以编辑 预设是只能检视嘛 那我把它改成每个人都可以编辑 OK 然后呢 你们待会大概就帮我做一件 就是做资料上传 当然不是要你马上交了 如果你今天假设还没有做完 没关系 你可以在下个礼拜 OK 也许大概给各位一个礼拜时间 先试试看 如果你假设你比较忙的话 你跟我讲一下 而且你可以 再多一个礼拜吧 然后呢 第一个的话 你就是在这个上方 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 请你打上你的名字 某某某 OK 然后按建立就可以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打开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你那个档案上传上来 不过呢 上传之前 请各位务必要检查一个 齿轮的地方 这个齿轮就是设定 设定部分的话呢 那记得 务必一定要把这个 转换上传的档案这个选项 一定要 不能打勾 因为你如果打勾的话 他会把Excel的 档案转换成 这个Google的试算表 那当然呢 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他同时呢 也会把这个VBA的部分呢 把它删除掉 所以如果 假如你把它删除 那我当然就看不到了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先检查 这个务必不要打勾 OK 不要打勾 然后就把刚刚的档案 比如说你做完了 你就按右键 然后档案上传 然后我是刚刚把它放桌面上 然后我就桌面上 应该是这一个 我看一下 我按照 这个详细资料拍一下 OK 那今天日期吧 因为 OK 就这一个 把它上传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传上来 然后并且 他会保留原来的那个就是 格式 有没有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保留 其实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就是你看这个图示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个XX的话 表示他还是Excel 但是如果他已经变成实质的话 那表示他已经转换成Excel 那当然我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们也给各位稍微做一个练习 把前面的部分回顾一下 好 然后缴交一个作业 OK 好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 就是上个礼拜 最后我们是讲到那个 Json的档案格式 那这个格式部分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有用了一个 就是那个PN25 PN2.5的这个地方的资料 来做练习 但是这边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有些同学不是最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不是最新的版本 当然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没办法练习 那个录制 那个Json聚齐的部分 所以我们后来又有提到有关 就是说呢 如果假设你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你就没有办法像我在这个云端上面看到的 就是有个叫从Json 这个 不过未来我想应该大部分同学 应该也会更新 那当然会 其实这还蛮方便的 另外还有第一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Json的格式 其实相对于那个CSV 其实是相对复杂很多 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这个Json 其实另外一般 其实还蛮多的公司 或蛮多的企业 他们在就是共用资料的时候 其实会慢慢选择用Json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格式其实如果用程式来读取 尤其像JavaScript Java 或者是Python 其实都相当的便利 OK 那至于说啦 当然你说这个会不会就是马上 他不会马上一下子全部 但是我觉得好像会有一个未来的趋势 这个应该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尤其是开放资料上面 其实他开放资料里面 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那为什么要特别 这个 以那个开放 这个就是 政府的开放资料 当成是 练习 你可以看全部资料 那 这边其实也是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 目前 大家最常用哪一种格式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边就有一个数字了 这个数字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那目前CSV 总共有42,242种 那Jetson的话呢 基本上 他也不遑多让 13,700 你想想老师 那CSV还是比较多 没办法 因为使用者端还是用的比较多 那CSV其实一般人会满OK的 因为打开就可以用 可是Jetson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那其次的话就是XM XM大概也有一万一千多 所以显见 目前最多大概就这些 当然你不能说 因为这个开放资料 基本上对象主要还是一般民众 可是未来如果你的对象 假设是企业 比如说上中下游之间要做资料交换 当然你就不可能只是单单用CSV 那如果给你的是Jetson 那你没办法解析 那就会是一个大问题啦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有同学问说 这个形态会不会用到 我是觉得还蛮常用到的 但至于哪些人会用到 我想还是可能在撰写程式端 会是首选 那如果是你是客户端 假设你是以谁有打开就好了 你不用写程式 当然你就不需要用到 刚刚讲的这个Jetson格式 那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我之前有提到第一个 你要解析它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PM25里面的这个Jetson格式 那你们可以点开来 这边有个连结 那它其实最麻烦的地方第一个 就是呢 它的资料里面 主要就是由 如果刮湖来看的话 就是由中刮湖跟大刮湖所这个构成的 而且什么地方是大刮湖 什么地方是中刮湖 每一个Jetson的档案也都不一样 OK 但是有一个地方 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它基本上就是会有一定的固定逻辑 那只是说如果假设你不想要太花时间去了解 到底它的这个架构是怎么样 我之前有讲过 你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功能 简单的一个 这个云端的一个 这个叫格式化工具 你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把 你看到的这个Jetson 如果你不想要去了解 到底它的架构是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点Ctrl-A,C 然后直接用什么 用那个JetsonEdit这一个 直接JetsonEdit里面的Test 你可以把它贴过来 一样Ctrl-A,Ctrl-V就可以了 那贴过来之后我的习惯是把它转换成Tree 那这个Tree的话实际上就有点像是一个物件 因为其实将来你把这个Jetson load到程式里面的话 它就把它当一个物件来做处理 OK 那这个物件里面我们需要哪些资料 你可以把它缩放 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瓜糊的话 基本上里面放的就是 假设用这个Python的观念来看的话 那就是一个字典 字典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Key跟Value的概念 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有点像什么编号 然后带什么样的资料 那你要的资料在哪里 理论上应该是在 这个应该都不要了 主要在这个Recourse 在这个Recourse的Key里面 我要底下的总共有78个Items 总共78个项目 那它编号从0开始 所以应该是0到77 那里面的话有哪些资料 你会发现这个Key Value 所以你会发现大瓜糊 所以那当然我们有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我要抓这一个Jackson的话 那我就是抓这个Key 这个Key里面有一个资料 你会发现这个Key 所带的资料是中瓜糊 中瓜糊是一个串列 那串列里面的话 有总共有78个资料 那每个资料里面放的是大瓜糊 就是一个字典 一个一个的字典 那总共字典里面的话 KeyValue 总共有5个栏位的资料 那我要把后面的资料 分别把它取出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呢 第一个 如果你有最新的版本 那你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Tongress就可以捞下来了 但是好像还是有同学没有啦 如果没有的话呢 后面呢 其实我就有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做 另外的方式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 因为说真的 Jason其实刚刚要提 怎么样转换成VBA 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这边有个连结 刚好之前上课的学员 他蛮认真的 他分别写了四篇的部落格文 他用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 最后找到第四个 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 每个每个都跟你讲那么细啦 所以我直接告诉你 哪个方法 也许我觉得哪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当然这个方法一实际上是我最早上课的时候讲的啦 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结构应该不算复杂吧 反正我要的资料在这里 那我就是用什么 用写个程式嘛 我就找到这个 有点像是 我们那个什么 住宅窃道的刚刚讲的嘛 我们用fine或instreet 找到这个key的位置 然后把这里面的东西 分别把它解出来 那冒号前面东西不要 我要后面东西 然后把它放在储存格里面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我其实已经写出来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哇 光要写这个程式 其实对自己来说已经有点 我是觉得有点复杂了 那更何况的话 我还要解释给你们听 然后呢 要让你们懂 其实真的也是比较 我是觉得好像 好像不是那么合适 那后来刚好 我有看到他有提到第四个 所以我直接这个连结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42页地方 那我其实有直接跟你讲说 它的版本式 其实版本是最后 它自己做出来 归纳出来的这个最好的方案 那最好的方案 跟我想的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已经有人写出 蛮成熟的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基本上 就可以解决 读取这个 Json 档案的这个需求 那我只要拿人家的来用 而且他其实有开放程式嘛 所以我只要把它贿入 或者贴上 其实就OK了 那怎么用 那在讲这个之前 刚刚版本一 其实就是这个啦 我用切割的 比如说我读到一个部分 然后切 是OK 但是真的程式蛮冗长的 写出来太长了 所以我觉得 倒也不推荐 所以比较推荐就是 那个装身趣味 里面提到的第四个版本 其实他主要就是介绍有一个 外部的模组 那这个模组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到 这个模组其实 你 Excel里面没有 那你Excel里面要怎么样 可以有这个模组 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你可以点这个 底下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就有原始码 你可以把这个原始码 把那个模组给下载 这边有提到怎么用 那我为了要简化它 所以我把这个模组 直接已经帮各位放在文件里面 你只要Ctrl A,C 然后开一个模组贴过来 其实就OK了 或者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你们可以在我的云端上面 找到有一个好像放在安装环境里面 安装环境里面也会有一个BAS的档 就是这个Json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汇入到你的Excel里面 也可以 OK 因为它是一个BAS BAS实际上就是一个模组档 OK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我觉得好像复制贴好比较简单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Run 那个就是人家写好的模组 然后先拿别人的来用 如果别人OK的话 我觉得导演没有必要说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要自己写那个 当然我已经写出来 不过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 倒不如直接干脆用别人写好线程的来的便利 只是说它这个模组使用上面呢 还有一些步骤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另外它这个连结 其实就是外部连结 这边其实有 它有一个网站 里面其实有很多说明 英文的 所以我就讲重点 所以我底下的就是把它 这个模组的使用方式 全部看完之后 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做 它也蛮细心的 这边都有 OK 而且甚至它提供了一个网站 这边好像有一个网站可以让我们去做练习吧 那个网站的网址 我也有把它放在我的这边 范例这里 其实就是这一个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连结 对就是这个连结 也就是它还蛮 这个贴心拿一个 它做好的一个资料 放在它的server OK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抓取 那也就是这个资料 最后抓回来的话 它是以这个当范例 当然如果你这边看 它实际上就是有几个key 如果你要看它的结构 你可以Ctrl-A C 那一样可以用Json Edit 来分析 先文字 然后把它Ctrl-A Ctrl-V 贴上好了 我习惯切到tree 就是一个物件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物件里面有几笔资料 有十笔资料的一个中瓜湖的一个阵列 OK 然后呢 每一笔的结构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栏位 后面的话就是它的八个资料 所以这个栏位名称 那这个就是栏位的资料 这是第一笔 那第二笔在这里 你们一样栏位名称不断重复 然后呢它的资料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资料快速的扒取下来 OK 那请各位也许先稍微再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的东西 待会的话我们再拿 刚刚提到的这个网站 OK 所以这个人其实还蛮佛心的 然后他其实写好了叫Json Converter 的一个模组 那我们直接会用就好了 我觉得这也是个比较好的方法 这个跟Python其实蛮类似 因为Python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 就是说因为它有很多人很佛心 至少它有三十几万个类似的模组 免费给大家用 但是VBA为什么没有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有个原因就是 免费的模组实在太少了 像这种Json Converter的模组 网路上要找还真的蛮少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另外我刚刚有提到这个作业部分 请各位如果你假设 还没有要佼佼没关系 你先建一个你自己的资料夹 OK